随着手机技术的不断更新 我们的安卓手机也迎来了双层主板的高峰 特别是华为系列的手机 那么最近修了特别多的华为手机 无服务无期待的这种现象 因为华为双层主板设计的手机越来越多了 目前遇到的维修无服务和无期待现象的手机 基本上都是上下层虚焊导致的 那么因为安卓手机上下层用的是高温锡焊接 手机在摔过之后导致上下层虚焊就特别容易掉点 那么我们在进行上下层分层的时候 也容易导致手机掉点 而且特别难维修 因为它的掉点不是单独掉一个两个 有时候是几十个的掉点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 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跟客户报风险 如果不报风险的话 那么我们修下来就可能有大概率需要赔版了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更多手机维修知识 请看我主页